詞兵兵兵典兵兵 字幕 李宗盛 喂! Playmac 玩什麼好 哪裡好玩 我們去玩 來到海上世界 一於試住附近新開的酒店 想知道是哪一間 記住看賣下去吧 剛剛過了的聖誕節 相信很多人都選了 旅行外遊 本土街市 我們都不例外呀 有看我們Instagram的觀眾 都知道我們選了 近近地不想慶祝 那天我們在屯門市中心 乘坐B3X巴士 乘坐了大約15至20分鐘 就來到深浸灣口岸 那天北上的人流 未算是超多 沒有塞車或排長龍 兩日一夜的行程 不少得住宿 我們發掘到 在海上世界廣場附近 有一間近年才開幕的酒店 在瑞灣地鐵站 只需要走三分鐘就到 超方便 不過去Check-in之前 第一集我們來到海上世界 吃個T 這間三文治款式超過十多款 還有不同款麵包 主打即叫即做 我們在大眾點評 買了一張單人餐優惠券 已經包了一個 豚肉古巴三文治 炸薯條和夜飲 只需要22元 挺划算 兩個人分享食 當下午茶份量剛剛好 店員也很好 因為我們已經買了每人一杯飲料 原本想直接走夜飲 不要浪費了它 他們主動將飲料 換一份薯條給我們 不過 薯條送到的時候 已經凍了 最好笑的是 他們還說趁熱吃 不過 三文治又多好吃 吃完個T 在海上世界站 走十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間 剛剛新開幕的 Ruby Columbus 貴寶酒店 酒店附近 還有不同的餐廳和咖啡 他們這間酒店的大堂 酒吧和餐廳 融為一體價 還設有免費停車場 健身室和洗衣房 我們準備入房的時候 在走廊經過 見到員工都清潔得很仔細 還不會把房間裡的梳化搬出去走廊 再吸塵土地 不得不贊他們的工作態度 絕對是加分位 我們就訂了一間Cosey大床房 一進房間給我們的感覺 都幾簡潔明亮 空間感大 洗手間和浴室 相比一般酒店大些 熱水供應穩定 冷氣還可以轉暖氣模式 很適合我們這些怕冷的人 洗手用品還有提供一次性灑口水 這裡提供的用品都頗齊全 還有無線充電 這裡還放了一部Marshall Standmore 2 無線音箱 連上手機 就可以播音幕 一邊享受 一邊休息 都別說不捨意 床上枕頭一軟一硬 適合不同睡眠習慣的住客 房間內的mini bar 手抹是免費的 好貼心而且人性化 因為我們想展示雙床房給大家看 所以去前台問客 可不可以讓我們進去拍攝 職員很好 沒有催促 亦很有禮貌 那我們就趕快正式 ROM TOUR賣雙床房給大家看 這間雙床房 比起我們大床房 感覺再大些 不過梳化就變成單人 洗手間浴室 大小無二 同樣都是很光猛 乾淨、簡潔 很適合朋友和閨脈一齊入住 嘩!好餓啊!來看看什麼食 說到餐廳 平安夜那晚 我們為了避開人潮 留在酒店餐廳吃東西 這裡主打二人西式肚餐 有沙律前菜 意粉 牛扒和甜品 還配每人一杯咖啡 有適合藍士 較濃烈的 適合類似片 重甜味的 和無酒精都有 那天晚上還有LIVE BANG 演出一齊過聖誕 氣氛都很好 I love you 吃飽 去散步 我醒來附近有個音樂噴泉 去看看吧 這裡走過海上世界 十分鐘左右就到了 即逢聖誕節 又有市集 人流好多 氣氛好熱鬧 快點啦 開始啦 開始啦 這個音樂噴泉 全景開放式 一場大約六分鐘左右 不過逢星期一是沒有的 做例行檢查 而表演 每半小時一場 有興趣 大家可以吃完飯 過來散散步 看表演 早上啊大家 睡醒當然是去吃個早餐先啦 早餐這裡採用自在形式 普遍的蛋類 麵包 香腸 點心 和咖啡都有提供 味道都算不錯 簡單一份早餐已經好滿足啦 我們對於這間酒店的評價都幾高 回頭率高呀 我想說 大多數酒店都會用地支 這間酒店就相反 對於酒店的乾淨衛生程度 容易可見 打掃得很仔細 地理位置 超近12號線地鐵站 周邊的餐廳都選擇多 一定要給它好評啦 這裡的隔音都不錯 唯獨是 早上起床聽到零碎的啵啵聲 不過都可以接受 如果您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